我们可能正处在大滞胀的前夜 滞胀比通胀还要恐怕十倍 什么是滞胀 大滞胀又会引发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恶心通胀这个经济恶魔 每十几年二十几年就会发生一次 引发全球性的危机或恐慌 通胀就是物价上涨 钱不值钱了 而滞胀就是雪上加霜 不仅物价上涨 而且经济增长停滞 你的工资下降 甚至失业率上升 致上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时期 你绝对想不到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全球经济的这个增速 甚至比1929年大卸调以后的一段时间 还慢得多 2008年的欧盟GDP 又达到了19.16万亿美元 15年过去了 2023年欧盟的GDP 是18.34万亿美元 竟然还下降了0.82万亿美元 这是一个比烂的时代 法国和意大利GDP增速只有0.9% 德国GDP竟然出现了负增长 经济增速低 但是通胀率却居高不下 发生惡性通货膨胀的国家 有两个 分别是这个土耳其 阿根廷 阿根廷是全球通胀率最高的国家 达到了那天的277% 有三个国家所在严重通胀阶段 还有九个国家通胀超过了3% 包括美国 英国 韩国 越南等 而且即使美国已经把基准利率 维持在5.25%到5% 这样的高位水平 通胀水平 还有再次走高的风险 这也是全球通胀 为什么如此顽固 而且持续时间 为什么超出很多人的预期 之前全球的低通胀 有几个重要的资助 廉价的俄罗斯的能源 支持了欧洲的工业产业 另外一个更关键的是 中国廉价的商品 加入WTO之后 我们用一些代价 生产出口了大量廉价的商品 实际上提高了全世界 所有人的实际工资购买力 中国向全世界输出了通缩 但是 随着我们和老美的分道扬镳 全球低通胀的基石不复存在 过去20年的好儿子到头了 接下来 我们可能进入一段 长时间的大滞胀时期 普通人该如虎应对 50年前的那时大滞胀 会许给我们一些重要的启发 1973年开始 石油危机爆发 美国的通胀率从2%左右 逐渐升到峰值11%以上 最高曾经达到了14.8% 如果从1969年 CBI突破5%计算 到正式通胀结束 整整持续了长达13年的高通胀时代 为了遏制通胀 美联储不得不把利率来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最终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高利率抑制了消费和投资 失业率上升 这期间经历了四轮经济衰退 到1980年 美国的通胀达到了14.5% 菲利普曲线认为 就业和通胀之间 存在着一个稳定的持销比较的关系 通货膨胀率高的时候 失业率低 但是这次大致上 整个经济学界都陷入了困境 给凯恩斯主义货币学派当头一把 今天我们面临的情况 和1973年那时大致上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第一就是天量的货币超发 1973年 布莱顿森林体系解体 美元不在乎黄金挂钩 意味着想发多少就能发多少 当时迷信凯恩斯主义 过度使用放水来刺激经济 信用货币从此像一匹脱缰的爷马 债务羁绊了 这是疫情之后 美联储的资产副代表 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翻了一倍 意味着流通中的美元也增长了一倍 第二就是供给冲击对通胀的影响力 1973年的石油和粮食危机 大幅加剧了滞涨 油价大涨 成了压倒美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是俄乌世界巴以冲突 导致全球能源粮食短缺 价格上涨 同样带来了滞涨的压力 更关键的是美国和中国的强硬分离 没有廉价的中国商品进口 美国人生活成本提升 几乎是必源的 第三就是经济增长停滞 1973年到1982年 是第四次康波周期的萧条期 51年过去了 我们今天刚好又处在新一轮的 康波周期的萧条阶段 信息技术带来的增长红率 运入了尾声 逆全球化浪潮 又进一步降低了经济增速 这会是一个很艰难的事 关注信武 来我的直播间 我们聊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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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